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繼續給大家帶來崩壞猩蟲鐵道2.1最新寶箱收集攻略 崩壞猩蟲鐵道招陸公館每克勞客隱私樂園寶箱全收集 則此小鳥王下一桶次元鋪滿戰利品鐵道2.1 好我們接下來這一批要收集底下這個城市沙盤裡面的寶箱了 來 我們一起打看地圖帶來到招陸公館這個孟主大廳的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呢 邊上這個沙盤我們直接點擊進入就好了 這裡面相當於是一個BUG世界啊這BUG還蠻多的 好我們進來之後呢先看到小地圖左上角西北方向我們往前走兩步 貼著我們這個左邊的牆體 這邊開啟一個錨點 然後呢朝著我們小地圖左邊西方向看這邊有個土抄機啊 裡面是一隻小鳥這是我們的第八隻小鳥給它拔出來 好拔出來之後呢朝著我們小群左邊西方向大家接著往前走 在我們前方這一個柱子後面有一個普通寶箱 好 攔完之後呢朝著小群左邊西方向接著往前走 前面的話呢有一個往下一桶大家可以看到 好 好那麼打完之後看到小地圖下方南方向走過來這邊是一個寶箱 好那麼開完這個寶箱看到小地圖右下角東南方向就是有一個人插在這個下水管道裡面這個方向 來朝這個方向往前走 好 到這個boss的時候呢看到小群下方南方向這邊有一個寶箱 拿完這個寶箱看到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往前走 前面的禮物堆裡面還有一個小鳥 這是我們的第九個小鳥了 好 拿完這隻我們一起打開地圖來到這個城市沙盤的錨點 到了錨點之後啊大家看到小地圖右上角東北方向 沿這一條小路往裡面走 走進來之後啊面前這個廣告牌邊上就有一個寶箱 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 朝著小地圖右上方北方向趕緊跑 別被這個怪打了 然後下一個是這個 呃 迷蹤 啊 修不了 只能清怪了 來把這邊怪都給他清了後期 好 清完怪我們再過來修這個 迷蹤 這個迷蹤的話 比較簡單啊 大家進來之後呢 先 這個 動一下紅的 再動一下藍的 就好了 好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屏幕拉到最左邊 再動一下藍的 就好了 非常簡單 啊這個 非常的簡單 來 喚醒一下 開啟到這一處的這個寶箱 好 那麼拿完之後呢 來大家看到我們的小地圖左邊西方向 往前走 走到前方這個冰淇淋車 到冰淇淋車之後 看到小地圖下方的南方向 往前走兩步就是下一個寶箱了 好那麼 開完這個寶箱 來看到小地圖左上角 西北方向 大家看到朝這個方向嗎 我們往前走 可以走這個樓梯 上這個樓梯之後呢 前面就是一個普通寶箱啦 我們這邊需要繞一下這個綠化 好 開啟寶箱 看到小地圖左下角 西南方向 往前走 這邊是一塊拼圖 好我們過來拼一下 首先是右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 大家看到放在左上角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還是右邊 第二張 大家看到這個拼圖拿起來 大家給他放在 右下角這個位置 好 還是右邊這個第3塊拼圖 我們給他拿起來 大家放到這個 最右邊這個位置 然後轉一下 那就好了 然後呢 是右邊最後一塊拼圖 把它拿起來 大家看到 放到左下角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是左上角這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右上角 大家看到 放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左邊第2塊拼圖 好 開完之後呢 大家再看到我們的這個小地圖右邊東方向往前走 這邊是一個氣泡彈珠機 那麼這個機器的話呢 在做主線的時候帶大家調過了這邊就直接發射 到這個小地圖 到這個二樓 如果說大家前面這個門沒開的話 做主線沒和我開的話 看到小地圖上方 北方向 往前走 左轉有一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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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撲板動作要快 打完撲板 看到小地圖左邊 西方向往前走 這邊有一隻小鳥 這是我們的 最後一隻小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他這邊就提示我們全部的小鳥都找回了 接下來呢 看到小地圖下方 南方向 往前走 到這個氣泡彈珠機邊上 有一個寶箱 好 然後呢 我們再做一下這邊的這個氣泡彈珠機 這個的話呢 是以前沒有做過的 所以這邊需要自己 重新調 來 大家跟我一塊 首先呢 是這個 最左邊 就是他這個機關往前走 第一個不管 然後下一個機關我們過來開啟 然後再順這個機關往後走 下一個機關開啟 然後再順著往後走 下一個機關開啟 我們這邊直接發射 那這邊的話呢 是分為兩層的 我們先來這一層 好 到這邊之後呢 我們左前方就一個寶箱 大家看到 開關這個寶箱 朝這小區去左太角 西南方向 接著往前走 好 這邊有一個拼圖 當然現在拼不了 需要清一下怪 好 清完怪我們過來修復一下 這張拼圖 來 首先是 右上角的這個拼圖 拿起來 大家看到放在這個位置 那放在這 好 然後右邊第2塊拼圖 拿起來 放在剛剛放的這塊拼圖 左邊 大家看到這個地方 然後轉一下 好 右邊第3塊拼圖 拿起來放在這個最左邊 大家看到 好 然後呢 是左上角 這一個拼圖 拿起來放在這個圖中最右邊 好 這個左邊第2塊拼圖 拿起來放在我們的 這個圖片的左邊 然後最後要拼圖放你去轉一下 就OK了 很簡單 那我們開完這個寶箱之後呢 原路返回 去做剛剛的這一個 氣泡彈珠機 好 我們這邊直接發射回去 好 回來之後呢 我們再啟動這個氣泡彈珠機 我們需要重新規劃一下這個路線 首先把前面三個都關了 好 那麼順著機關過來的第1個 我們過來開啟 然後旋轉一下 順著它往後走 下一個機關 開啟 旋轉一下 再下個機關 開啟 就可以發射過來了 裡面的話 去的相當於是一個夾層 好 到了這個夾層之後呢 只有一個強敵陣手 這邊可以吃一個這個戰技 然後直接開槌 好 打完這個強敵 過來開啟到這一出的這個 寶箱 好 那我們 開完寶箱 這個招路公館啊 就先告一段落 那我們繼續下一批這個 克 勞 克 隱私留言 再見 拜拜 單獨說一下這個 帶大家收集這個 折子小鳥是幹嘛的 我們剛在這個招路公館 一共收集了10隻 這個折子小鳥 我們打開地圖 來到招路公館一層 大家傳到這個 孟竹大廳這個矛點 到矛點了之後呢 大家看到我們前方啊 有這一個 小鳥標誌 走過來之後呢 是一個草綠經理 我們過來和這個草綠經理對話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找完了 所以這邊跟他對話 直接能領到30星窮 是可以領獎勵的 然後呢 我們打開地圖 我們打開地圖 然後呢 我們打開地圖 大家選擇這個 草綠經理大廚這個點 點了之後呢 可以看到 自己有沒有找完 找了幾隻 是這樣的一個作用 包括之後這個 克勞克隱私樂園 也有 我看一下這個鳥在哪 在這個 二層的上方 二層地圖上方 這邊有個黃金公子 然後呢 這個這張地圖 是要找20隻 找完了之後呢 還可以領到一個 這個這個這個光追 是這樣的 這個折子小鳥 是這樣的一個作用啊 有獎勵有光追 是這樣的 好那我們去下題 再見拜拜 記得關注再走